哈喽 我是王王暖 昨天下了一天的雨 今天凤晴了 出太阳了 就赶紧把已经晒干的香肠拿过来熏了 然后我在这里熏肉 我的家人在干嘛呢 看一下 妈妈跟哥哥在把香肠拿出来晒 昨天寄走了一批香肠 但是部分地区已经不能发货了 河北群省早就停了 然后北京部分地区黑龙江 还有一些吉林的地方 都不能发这个香肠腊肉了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接单 如果继续接单的话 可能我现在的货已经不够了 但是不接单的话 可能那些发不了货的人 他们会退单 退货 所以我现在得尽快把已经弄干的东西 给大家发出去 免得越接近年光了 就货越发不走了 赶紧干起来吧 我都还没有熏呢 路过的一些老一辈的 他们就说我这个想熏的好好哦 今天阳光正好就在晒香肠了 然后我妈在熏肉 我哥哥在这边晒肉 洗肉 这是那天11头猪的五花肉跟排骨 还有几个可爱的猪尾巴 我爸在洗肉 把腌制过的肉洗一下断肝 然后我再打包 晚上的11点半还在熏香肠 我妈拿了两个红薯来 烤红薯喽 焖红薯喽 再进去晒进去 等一下有热乎乎的红薯可以吃了 晚上的12点半了 今天早上8点钟起床 开始熏肉 然后熏肉打包 然后晒香肠 一直猛到现在 今天四川又降温了 最低气温只有零下一度 好冷啊 然后我让妈妈跟哥哥熏气休息了 然后我在这边熏香肠 熏肉 刚刚烤了两个红薯 让我们看一下怎么样 哇 找到了 嗯 非常不错 已经软了 你这个还有点点 这个再放在里面 再烤一会 就这样排面我一下 我们先把它吃掉吧 之前熏的那么多吃香肠 都没有想过说 来烤一个红薯吃吃 哇 哦 是白心的 看 但是也好了 这个是我舅婆自己种的红薯 尝一下 哇 挺甜的 还好吃 大半天吃这个是不是要长胖 不管了 嗯 闻着肉香味 吃着烤红薯 这个还有点点深 没烤到味 但是边上就好了 就是有点烤 就是有点 有点 有点烫准 这个熏香肠真的是个技术货 火太大了 你容易把香肠烧火 火太小了 你又烤不到很好的看的样子 你又烤不到很好的看的样子 所以现在从下午晚上的 我已经摔六小时了 已经摔六小时了 哇 哇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是在熏香肠还是在熏温温暖的 反正我觉得我一定要变成的 香肠了 哇 哇 可以啊 差不多现在是 晚上的 已经摔中了 看一下香肠 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这么辛苦 钱永远装不完的 如果拿身体去装这份钱 不值得 知道吧 人生路很长 懂不懂 哎呀 小东西走行啦 说他们的老年以后是跟你们20岁30岁50多岁的人哪能跟你们这样折腾 辛苦了辛苦了 一家人心里不不得就冲着视频 哎呀别录视频了 家人都有些不行 终于忙完了 现在是凌晨的两点多 这么辛苦的工作 还要挨妈妈的批评 我知道我老妈也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真的听不进去 本来说其他都是很和平的 只要一扯到个人问题就会发生争吵 我也知道确实太辛苦了太累了 赚钱嘛哪有容易的 毕竟他们那么远回来还要帮我做事 我也觉得挺 不知道怎么说了 今天就这样吧 拜拜了 我说刚才能够行 我说我很多天真的 我说我都没有想要 我说我一批 你怎么会有什么